人到中年别太善良 嘿,不同的城市,相同的你 书上说人之初,性本善 父母也常常对我们说 与人友好相处,千万不要学坏人 长大后我们才发现 原来不是每一个坏人都是坏人 也不是每一个好人都是好人 善良也要有一个界限 不管生活还是婚姻 人到中年别太善良 年少的我们都曾有过藏剑走天涯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猛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身上的责任也就不同了 以前我们不会吝啬自己的爱心 可惜人到中年 你就应该收敛你的善良 有时候你的好心 可能在别人的眼里是坏的 人到中年要懂得 生活里哪些可以帮 哪些要学会拒绝 而不能像年少那样 不分青红皂白 直接去施舍自己的善良 人到中年要学会把握善良 不要让你的好心劝说 变成了人们口中的冷嘲热风 不要让你的好善乐丝 变成了人们口中的虚情假意 不要让你的真心待人 变成了人们口中的暗藏心机 记住善良也要有选择 人不能太善良 因为人们只会挑软四字捏 如果事事都太大度和宽容 别人也不会感激你 有时候应该适当的有点脾气 对待有些人真的不能太温柔和忍让 因为太过温柔让我们丢失自己的价值和尊严 过分善良也是一种散 生活也好 婚姻也罢 人到中年要学会选择 善良不是给予 更不是施舍 而是发自内心的鼓励 希望每一个点赞的你都能把爱的人拦入怀